第一点我们看见是上帝所设立的 为什么上帝设立这所谓的恩赋呢 上帝当年造了亚当夏娃 给他们讲一切的恩典在一点点中自由自在 能给人类最大的恩典就是人权中的自由 所有的法律国家都盼望人得起人权 human right and freedom 一个人的人权被限制被剥削 人就失去了自由可以享受他应该有 所以越先进国家越高级人权 人权至上越高级拥有自由权利 包括同性恋 为什么我要怎么样做就怎么做 政府不能干涉限制 让我可以达到我个人的私益 一股这样的自由泛滥 是造成灾祸无边 很可怕 美国太过自由了 神所建的男人也同可以 但是一过到这地步的话 人权超越了就变成一个不自由的国家 那各位求神给我们从这些方面上好好去了解 上帝设立了政府 为什么 人犯了罪 人犯了罪 叫政府的政权来管理国家 管理人 老早神把律法赐下给这人 就知道他们犯罪 就让他们知道 在律法中间你们犯的条规 你们按照律法应当受的制裁 是无法可以改变的 所以律法是必然的需要 所以坟墓的存在证明有死人 医院的存在证明有病人 监牢的存在证明有犯人 法律的存在证明人会犯法人 这是一个事实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是罪人 所以会犯罪 犯罪的就是罪人 所以上帝让人间有法律的存在 有政府的机关被建立 让犯法之人 这叫法律的制裁管理 使人可以生存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谈下去的 是神所定的两大方面 上帝设定的政府的权利 这种管理百姓 就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 政治就是管理百姓的事 这些很多人对政治的冷感 就是很大的错误 政治就是我们生存在一个国家 我们的生活意识族 都受到政治的管理 政治不是政治家的特权 政治不是国会大厦那些 那一般的国会议员 众议员的权利 政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你的权利 当你手中投那一票 不是告诉你神圣的一票吗 谁投的 谁选的 是你选的 你选出来 你怪谁 人民 很多人是误会之中 不能分辨真假的领袖 而带来人家的祸患 有抄有选票就有钞票 很可怕的事件 这件的领袖 道的意识并知识提升 必须要了解 许多人同在鼓励 做欺骗的工作 当他们选到的时候 他们才感到这样懊悔 但已经又要损失五年的痛苦 各位弟兄者们 求神保留 神所圣灵的 神所圣灵的 第二就是 神所命令百姓顺如遵循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法 百姓或树冲 那不是变成一个 很可怕的世界吗 有人说 不是 独特的 独特的 一个最坏的政府 好或没有政府 一个没有政府的国 就是国法不确的 是很可怕的 虽然国家的政府烂 但还有基本的法律 来做一些恶人的工作 那各位 我相信你能够朝着去明白 上帝定下的律法 上帝定下的政府 是让败坏的人民 还有生存 可以被维持的治安 否则 这个世界不像话 人心是很毁坏的 耶利平书第17章第9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近处所得是狗的 国家的法律 一直在修改修改修改 表示人的道德犯罪 越来越高 道高一扯 就摸高一丈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很可怕 很邪恶 你不再严 你就没有办法 去控制这些百姓 让他无非作胆的话 整个国家就完蛋 法律的严谨性是好的 但严谨可怕的律法 不是对付好人 这也叫对付坏人 你明白吗 你不要确定 政府都不好的 不能这样讲 警察有很多很好的 阿们 阿们 对付坏人 人赏 好 我 你 我 我